今集主要內容 南丫島撞船意外 牧者及家庭輔導專家 建議舒緩內心傷痛的方法 外地球觀察站 我是主持余小玲 10月1日晚上8時23分 港燈公司的遊艇南丫4號 和港狗小鄰海太號發生猛烈的傷狀 南丫4號迅速入水下沉 船上所有人全部墮海 經過搜救之後 截至10月3日 死亡人數增至38名 另外超過100人分別被送往5間醫院 求主繼續保守、拯救和跟進的工作 亦都求主醫治傷者及安慰死傷者的家人 密開儀式現在開始 9月10月1號 港燈南丫4號導輪和港狗小鄰海太號 在南丫岛对开海面发生严重撞船意外 截至10月4日 死亡人数38人 比较难受 因为其实这件事都是意外 感觉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很专业 没有人可以遇到 船上有百多个人 有很多人失踪 有很多人死了 感觉是在香港这个地方 都有一些严重的意外 很少有 而且觉得在香港这个地方 出现这些事 其实很心痛 明明是很开心出来玩 但是那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想 大家都猜不到 在两船相撞之后 伤者表示 南丫4号大约两分钟就下沉 一班船客在毫无预警之下 就陷入生死边缘 临床心理学家陈国平博士直言 亲历海难的人 接下来也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冲击 而出现那些病征 就是他们会常常我们叫做 flashback 就是好像闪出那幅图画 就是那幅图画就是 遇难时候那幅图画 那幅图画是不断地在脑内重播 另外就是很想不想他 是想是不可以的 慢慢就延续 很多忧郁症的病征又要走出来 就是他会哭 不开心 集中不到精神 会觉得很累 吃东西又没有胃口 或者睡觉睡不到 这些种种的心理病都会走出来 如果发现事件中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 要主动去关心他们 鼓励他们表达出内心的难过和伤痛 陈国平博士认为 即使不是专家 一样可以为身边人伸出援手 如果你说我都不是专家 我都不知道怎样帮他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 就是说完之后 就可以问一下 你其实是否心情是怎样 可能是很害怕 或是很担心 或是引起很多不开心的情绪 你能够总结了一点都已经很好了 然后就帮他祈祷 你说主耶稣求你帮他 他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我都不知道怎样帮他 但是你知道神力可以帮他 都对他那个人也有点安慰 其实就不要压抑他的情绪 有机会去等他讲 但是陈国平博士也都提醒信徒 在引用圣经句子的时候要留心 体量心情低落者的需要 我想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经文 也都不需要太过刻意去引用一些经文 因为哪有些人就会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或者你现在受的痛苦 将来可以帮人 我想会阶段性 如果不是那个人听到 自己都已经很不开心了 我想是了解共鸣和感 亦都让他知道神都是了解 然后为祈祷 希望他们可以很快就 希望他们可以很顺利 度过了这个难关 海难发生之后 有大学生自发举行道练活动 亦有市民在社交网站上面留言 为死难者和搜救人员送上祝福 这个早上我们难过 我们哀痛 虽然不在同一条船上 但感觉就好像同一条船上那么着紧 主啊 求你谁听 此刻有声 或者无限的讨论 资深亲子和妇女教育工作者 罗乃圈 亦都即时在网上发表讨论 并且鼓励市民表达对事件的感受 在网上很多人在这里悼念 我觉得做得很好 我们为那些受难者的家庭来祈祷 又或者会再走多一步 就看看自己身边有没有那些朋友 其实都是跟那些受难者有关的 多一句问候 我总觉得这种的爱心关怀 就是多一句是比少一句好多 面对这些灾难的人 你很难叫他自己愿意去求助 不过通常如果有机会接触他们 我们也会跟他说 你试着接受别人的帮忙 试着接受别人的关怀 真是很不开心的时候 你身边有一两个电话 记住你可以打给谁向他数苦 罗乃圈亲身经历过父母突然过身 令他明白 愿难者要愈合丧生之痛 自己帮助自己是同样重要 要走的人走了 回了天家 但是你对他的怀念 你很想捉住他 最好的捉住就是写下 有些人问我 不懂写东西 我不要紧要的 写给你自己看 中文 英文 什么都好 记下每一个片段 甚至是蒙蒙健和妈妈 或者你失去的亲人一切 我记得我那年写了一本 是一个很好的治疗过程 疗愈的过程 这次海难有至少五个小朋友遇难 有不少人会担心他们身边的同学 朋友会受到影响 但又不懂得宣示自己的感受 我其实也认识有一个受害者的同学 我打给他爸爸 他都说他都未懂得反应 知道这件事 那种情绪未出现 我觉得在这些时候 特别是家长 多些陪伴你的孩子 关心一下他 让他那些不开心的 是有机会说出来 他不懂得说出来 让他用图画画出来 或者画给那个 走了的同学的家人 成为一张安慰卡去安慰他 另外就是让他明白 什么叫悲伤的情绪 看到那些爸爸妈妈不见了自己 那些小孩很难过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就会鼓励说 不如我们晚上 我们就纪念这些家人 纪念这些爸爸妈妈 或者纪念这个小朋友 他没了妈妈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同时 教他同理心和怜悯的一个机会 主要我们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兴高彩烈去盈月的一船人 会碰上难腰被撞的意外 为什么稀水的少年会一去不返 反而被水稀 主要我们没有办法拆头 人生就是这么吊诡 悲喜交集 哀乐交明 我想很多人都会问 为什么特别在这件事里有小朋友 更加觉得上帝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东西发生呢 你问我我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 我也都未必很赞同 有些人会说因为犯罪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反而我会想起一个节目 是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家 看到拉撒路死了 他只有一个行动 就是耶稣都哭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在天上 耶稣应该在哭 应该为这些人来流泪 我觉得没有一个答案 能够安抚到他们的心 没有一个理性的东西可以安抚到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回应就是耶稣哭了 对于今次事故 除了悲伤 亦都不少人认为是人为的疏忽 令阿伤之中更添一份愤怒 我觉得生气都会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小心呢 为什么你们要搞到这样的人命 还要连累一家人和小朋友呢 但是適可而止 譬如在整个新闻里面 你都见到有些人 发挥到很美丽的精神 守望相助 爸爸妈妈会让子女先救他们上来 你又发觉 好像是有一个人 又很英勇地去拯救其他人 好像是装修工人 你发觉这个社会 不是那么冷漠的 我们其实都是同坐一条船上面 去到危急关头 我们大家彼此都是愿意扶持的 我们在愤怒 在悲痛之余 其实我们也同样有份感激和感恩 我觉得这些情绪都要秦 就是同时出来 不要让它只是偏向某一边 让上主不离不弃的怜悯和关爱 成为我们继续去爱的动力 在这个悲喜交集的日子里 让我们继续为南丫岛受难者的家庭祷告 让我们继续彼此打气 彼此激励 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 想找人倾诉或者得到安慰 可以打来人生热线 8100 8012 我们会有辅导员接听你的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